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宽,今天是3月4号 今天的大新闻是北京开两会宣布了一个改革措施 就是会后的这个总理答记者问,这个记者会不开了 很多人让我评论一下,我觉得挺好啊,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李强所长,李强不善于回答记者的现场提问 因为他没有这个应变能力,口才也比较差,知识也比较贫乏 他其实干这个总理这个工作呀,勉为其难 他没这个才能当总理,但是他有个优势 他能够获得习近平的信任 这个也是这个位置必不可少的 因为现在不是李强治国,是习近平治国 你想过去啊,也都是这个情况 都是总理要听上面的 总理个人的见解,个人的经济学的常识,治国理念 这个李政的这个本领不重要啊,重要是得到了邓小平的信任 得到了江泽民的信任,得到了胡锦涛的信任 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你如果没有这个信任的话 这个就 这就是他们不是说中南海分南院和北院吗 这个就出问题了,这个下面这些官僚就没法执行 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呀,或者是上梁不正下梁弯呀 各种毛病都会出现 所以李强他当这个位置的最大优势 就是,其实就是习近平看中了他 你换了我,我的才能肯定比李强要高出好几个龙层啊 我得不到习近平的信任,没招啊,这个玩意无解 所以李强决定 不去出这个仇啊,不不被赶着鸭子上架 啊,这个 挺好啊,这个 什么原因呢 那大家别忘了,国际上现在全人类,全世界国际上 都在看普京的表演 普京的这个表演能力太强了 远远超过温家宝 温家宝啊,这个得到了影帝的美誉啊 那真正的影帝还是普京 普京这个表演能力一流 而且经过这个Tucker Carson这个美国这个自媒体大V呀 采访他啊,已经红遍了全人类呀 那过去普京其实就有这个本事 普京每年到了年底12月底 他要召开一次普京记者招待会啊,你看我过去给大家介绍过啊 那上面也是 呃,问题 虽然说那个问题肯定是筛选过的表演过的啊,就是安排的摆拍 但是你看普京他是认认真真的回答那些问题 答他这个答问题的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表现出来的那个知识量 绝对超过俄罗斯任何一所大学的政治系的系主任 经济系的系主任,他就是这个水平在那儿 而且侃侃而谈啊,那个口才一流 那你中共的领导人 那就没得没办法来 这个 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人才呀 也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就没有那种口若悬河的人啊 中国人当然有 但是这样的人到现在为止在中共这个治下 还上不到那个位置啊 啊,相对来讲比较好的 咱们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 过去这个五任了吧啊 六四之后啊,五任总理了,李鹏啊,对吧 然后是这个朱镕基啊 啊,然后是这个温家宝啊 然后是李克强啊 到了这个呃,李强了就把这个断掉了 把这个总理啊 跟这个记者中外记者啊 回答问题的这个环节彻底切断了 是传统 30年的传统断掉 所以让全世界的记者吓一大跳 怎么回事啊 呵呵呵 中共的三中全会也不开了啊 中共二十大这个三中全会 按照惯例在呃,人大政协两会之前 中共内部啊,要开一个三中全会啊 把这个国家的大事 所谓啊,这个国事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啊 呃,人大两,人大政协两个会呢 就是个橡皮图章吧 相当于一个传达啊 啊,你们你们就说 就执行就行了 执行啥呀 哎,三中全会定下来的 国家的啊,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啊,各种 呃,国家大计要定下来啊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 今年三中全会不开 然后这个两会啊,匆匆忙忙的开 开了之后,总理啊 这个不见记者了,不见就不见呗 呵呵呵 你省得出丑吧 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 你想想,你闭上眼睛 你想想,你能记住什么呀 李鹏啊,他也参加过几次这个 呃,总理大记者 你能记住什么,什么也没有啊 李鹏也是个呃,这个口才比较差的人 呃,他这个表达的力也比较差 呃,所以他,我们没有任何记忆 关于李鹏啊,接下来是朱镕基 朱镕基大概就记着我这个抬着一百 从一百个棺材吧 呵呵呵,我要排着一百棺材 大刀锅,我要让工人下岗 我要让工人吃不上饭啊 我也得把国企,有一些国企啊 我要给你改哦 改成私有制,股份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外国的啊 商人进来之后 可以跟外国的商人配合啊 不这样的话,外国人不愿意 资金进不来 没美元 咱们怎么怎么搞工业化啊 所以说有一些国企呢 就,就破产了 很多东西说起来非常痛心的 你比如讲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大国 我这个年龄啊 60后70后80后都知道 中国是个自行车大国 现在变成了汽车大国啊 更加污染环境了啊 那么自行车大国 按说有一些生产自行车的这个绝招 高性的东西啊 成本特别低 造出来了 质量特别好 可以把自行车销往亚洲 非洲啊 那拉丁美洲啊 这个可以给些穷国家提供我们的优质 产品 我们赚点钱呢啊 这是外贸的 你想做了吧 没有 其实我到现在还挺怀念 我小的时候骑的这个自行车啊 你看 托点东西啊 超市没点东西 骑自行车就可以了吧 平时还锻炼了身体 又不需要烧油 纯粹是用的自己的体力 多好啊 没有了 就彻底崩溃了吧 我估计 就是朱镕基他们就把这些 因为为什么 挡着外国公司的道啊 所以这个朱镕基就是搞了类似这样的改革啊 当然 他是有目的 他是为2001年啊 骗取美国的信任 加入富人赚钱俱乐部扑平道路的 所以他做了这个工作 这个呢 回头一看啊 对于后面的这二三十年的这个经济高速发展 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的这个现代化啊 机械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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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啊 起码你站在朱镕基的立场 你又要让我改革 你又要让马儿跑 又啊 又又想让马儿不吃草 还马儿还还不流血 不流泪 那怎么行啊 啊 短痛啊 超过长痛 那就 所以说有一些中国的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工人啊 就就倒霉呗 那就就是下岗呗 改行 男儿妇女去卖银 男的去卖苦力吧 对吧 这个这个有一些工人 那一批工人 一代工人说起朱镕基这个改革 那就恨死朱镕基了啊 这个大家理解吧 这是个利益 这是个利益的问题 大家记住了 朱镕基大概抬着100从100口棺材 那么他反腐了吧 朱镕基 反腐上有什么措施 没什么措施 就是个吹牛逼 还有一个就是他他喜欢的一个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叫吴小丽 哎 吴小丽 我经常看你这边你问你来问 吴小丽问了一个问题大家应该记住 吴小丽说外国人都管你叫做经济沙皇 请问您的感受是什么呀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朱镕基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撒谎啥意思 撒谎是皇帝呀 撒谎只能用来形容江泽民 怎么能形容我朱镕基呀 这个他没敢说出来啊 然后大家还记得他后面发了一通感慨吧 又是打击血吧 就是吹牛逼吧 就是完全是情绪宣泄 哎 总然是这个上刀山下火 还有我一这个 就是吹了有意义吧 真的没有意义 用这个吹牛逼发泄情绪能治国吗 不能治国 全国人民能受启发吗 不能受启发 就是纯粹是闹笑话 就是小丑表演 这是朱镕基啊 接下来换成影帝啊 我补充一句啊 其实朱镕基懂不懂经济啊 朱镕基是不懂经济的啊 李鹏懂不懂经济 李鹏也不懂经济 前面接任啊 李鹏前面那个总理赵紫阳 赵紫阳懂不懂经济 赵紫阳懂点经济 我上一个视频曾经讲过啊 那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 算是杠顶级的人物吧 米尔顿弗尼德曼 那是一个啊 非常非常牛的人物啊 张伍长的老师吧 张伍长的导师 80年代 六四之前 去了北京 进了中南海 见了赵紫阳 他俩能对上话 他俩能对上话 就说明赵紫阳是懂点经济的 他有一个基本常识 这个是在几十年的继承工作啊 这个他就是负责管经济吧 所以他有一些最基本的 这个叫street smart 我管经济工作 我能一点不懂吗 所以他懂 后来的李鹏 他管过经济工作吗 他根本就不懂 也没有锻炼的机会 再是本身这个资质也比较差 所以他是不行的 这就是胡搞吧 这个国家 这是胡搞 还好那个时候邓小平活着 李鹏在的时候是邓小平带着他 那就是干了这么 辛辛苦干了几天 把国家 国家拉进深渊吧 就变成井底蛙了吧 后来朱镕基上来 朱镕基上来 赶了好日子啊 邓小平死了 97年邓小平就死了 朱镕基从97年之后 放开手脚 在江泽民的纵容之下 纵容要打个引号啊 因为他俩人啊 得有一个配合和放权 就中间 反正我我江泽民是肯定不懂经济 我就是会吹牛逼 我这个大嘴巴就像青蛙一样 哇啦哇啦乱叫是可以 我可以搞共产党的这个恐怖 红色恐怖的统治 我打压法轮功 我江泽民擅长 你让我搞经济 我也真的是不懂 没学过啊 你让我吹个二胡 拉个胡起 这个我还可能还可以 我弹钢琴也会两下啊 拉小这些我这都会 穿拉弹唱我会啊 你让我啊当个文艺工作是谁 你让我治国理念呢 不懂 所以他放了一些权给朱镕基 朱镕基手下有些智囊 啊朱镕基利用他手下的智囊 啊就说 帮助中国政府 走出了六四的这个魔咒 注意啊朱镕基最大的任务 带领中国走出了六四的魔咒 这个六四是邓小平留学的一个政治遗产啊 造到了全世界啊 自由民主国家富裕国家的制裁啊 经济上有很多限制 中国的外贸发展不起来 中国也没有办法引进大量外资啊 把外国的技术工业化的这些啊 这个经验给搬到中国来做不到 因为每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要审核 他们的国会要开辩论会要讨论 要不要给中国保持啊 罪惠国的贸易罪惠国的待遇 这个就等于是这是六四的一个魔咒啊 所以朱镕基啊是啊 就是想了一个办法 朱镕基这个班子啊 就说卧槽 我们就越过美国的罪惠国待遇吧 我让美国人 我们贿赂一下美国人 让这个克林顿他们啊 给我们搞一个永久性的罪惠国 就变成永久性的罪惠国 以后别每年讨论中国的人权了 中国的人权呢 他妈没希望 中国共产党只要执掌一天 你指望中国人权 就是达到实质性的进步 是不可能的 他就是跟你吹牛逼 就是个总理也好 走出去 他就是见了外国人说 我们人权又进步了 哎 我们顾一些吹骨手 做一些五毛 培养些五毛 养五毛 土五毛 一块吹 中国人权进步 骗美国人 你 你能永远骗所有的人吗 这是这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啊 你不可能永远骗 啊 永远骗去 你不可能骗得了所有人 总有人他妈的揭穿你这个人权假象 所以在上个世纪末 就琢磨着 让美国政客啊 克林顿政府啊 配合他啊 就是给中国呢 特批 给中国一个特批的啊 永久性的罪惠国 代表叫pntr 啊 一旦美国国会授予了中国这个地位 就是pntr permanent permanent 啊 no more 啊 就是trade relationship 叫pntr 一旦中国获了这个地位呢 那么美国就可以推荐中国加入啊 这个世界上的富人赚钱俱乐部 就是那个wto 记录wto之后呢 就纯粹是赚钱了吧 大家不要讨论中国人权 我们知道中国人权 他娘的不可能好 对吧 他们也有这个劳改营啊 也有他妈的新疆人啊 对吧 这个这个 有啊 这个这个政治犯是全抓起来 全关着啊 但是我们字幕家实在是啊 实在是愿意啊 愿意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啊 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廉价的原材料啊 有大片的河山等着你去污染啊 你污染几十年 一时半会儿人民还没有这个啊 感觉可以啊 要保护环境 否则的话我们都得癌症了 我操都得慢性病了啊 喝的水都是有毒的 吃的东西都他妈有毒啊 而中国人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这个盹来 哎 我们就有利用这个赚的十年二十年的钱 这是外国资本家有些坏资本家 他有这个心思啊 所以跟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拍即合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国终于在2001年 2001年加入了富人赚钱俱乐部 这外贸就哗啦就上去了 资本家就放心大胆的带着钱 带着资金带着设备进了中国 这就是实现了中国将近20年的 将近20年的经济腾飞 其实就是个工业化的过程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自从清末啊就一直追求 这个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啊就是工业化 那么工业化呢 你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机械化的过程 机械都是钢铁做的 你没有钢铁 你钢铁上不去 你机械化无从谈起啊 你那些设备你只能买外国的 那外国他妈的啊就外国赚你钱 所以啊所以有一个你看有一个工业化 机械化大链钢铁化啊 这个然后勒紧裤腰带 农民啊正啊通过农业生产 赚的那些那些微薄的利润 把他省着不消费不吃啊 然后去买外国的先进设备啊 这都是钢铁做的那些设备 一百多年以来有这个过程啊 其实列强撅起都经过了这个过程 都是有点类似的啊 这个最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 就是明智维新啊 明智维新 你如果不懂明智维新是怎么搞的 我推荐你去看一个电影叫妄乡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姓刚开始成熟 你想我姓成熟也就是十五六岁 十七八岁的时候 看的第一部外国的电影 真正刺激到我的 在性上刺激到我的 就是这个电影啊 那里面有个女主角到那个乡下 去见阿妻婆 她说我要撒尿 阿妻婆说撒尿就是到草地上去撒啊 那个是丽媛小卷演的吧 丽媛小卷穿着一身洁白的 连衣群就走出了那个阿妻婆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房子啊 就到了院里面找了一个草地 看着草高一点 蹲下就扒下屁 就是扒下裙子来蹲下就尿嘛 这一尿哗啦 旁边草丛里有一个溃阴屁啊 有一个当地的男子 天天盯着丽媛小卷 呱冲出了啊 看到我上那一下刺激我了啊 那个那个电影啊 那个电影说明什么呢 我小时候看根本看不懂 只看这些色情画面 其实那个电影讲的就是 明治维新时代的妇女 农村的妇女啊 去南洋卖银 那么那客户都是谁啊 商人 中国商人吗 都是咱们中国的商人啊 华商 这个赚着钱 又回家 家里把他想进一边 是捐也好 买国库卷也好 交给天皇 天皇把他汇集起来到英国去买船 那这是这就是 这就是明治维新啊 买了之后干嘛呀 打大清啊 一战 甲午海战 打赢了大清 那甲 这个当年的这个北洋舰队号称是亚洲第一啊 就被日本给打败了 这大清是有钱的呀 大清当时有4亿人口 大清老老实实的赔了 给了败战争赔款 这下日本就发了 日本说我操打仗还可以这么赚钱啊 世界上最赚钱的行者就是打仗 甲午海战再打一次 所以日本这个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的野心 被甲午海战的赔偿金 那具体赔了多少 我忘了啊 你们得看李鸿章的传记里边写的非常清楚 李鸿章为这个 李鸿章不是挨了一枪吧 后来给减了一个亿 这赔偿金啊 所以这个日本人这个军国主义的野心 得到了极大的膨胀 就是打仗可以赚钱啊 到处开始找人打仗啊 那么出去打大清 他就是打俄罗斯吧 当时俄罗斯的扩张已经到了东亚了 到了太平沿岸了 已经把大清的土地给占了很多 1900年 俄罗斯借着去北京 八国联军进北京平报的这个机会 平完了报 把义和团 把山东河北的义和团消灭在北京啊 把这个慈禧太后啊给射服啊 就把东北给占了 1900年之后 俄罗斯人就没撤兵啊 就站着东北啊 就是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这经营慢慢就变成我的土地了 就这么个玩法啊 等了四五年之后 1905年吧 日本争得大清的同意 在东北打威仗啊 始成日俄战争 又打赢了 日本又打赢了 这打赢以为俄罗斯 也得给点赔偿金的啊 我们拿到赔偿金之后 我又可以上一个台阶啊 结果俄罗斯可不像大清这么老实啊 俄罗斯一分钱不给你 我就是不给你 怎么着吧 死活不给吧 有点扯远了 就是这个 现代化的过程 工业化的过程 日本走过的道路 也是靠他们的妇女卖银啊 这个其中妇女卖银的嫖 嫖资啊 是一种来源啊 用这个攒了钱 农民农民根本就不能消费啊 农民种的粮食 用最低的价格啊 卖给天皇啊 天皇把它出口啊 出口大清卖给大清 或者是卖给俄罗斯啊 卖给美国什么的 就是这么啊 从牙缝里啊 从农业生产 那个时候唯一的生产就是农业啊 对吧 从农业生产的盈余当中省钱 买外国的最先进的武器 这是复国强兵的唯一道路 是不是唯一的道路 大家想想 在这个留个作业题啊 你你你觉得是唯一的道路吧 这个问题一直到1976年 毛死的时候 也没搞清楚 毛死的时候 毛死之前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一直到现在还在讲四个现代化 那么四个现代化 他现在是农业现代化是对的 工业现代化也是对的 科学技术现代化 其实就谈不上了啊 科学技术你哪有什么科学技术 现代化这概念就是错的 然后国防现代化啊 国防现代化就是军事现代化 就是军国主义吧 就是上央变法 秦国搞的那个啊 那个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啊 军国主义道路也走也走成功了啊 啊 希特勒也成功 斯大林也成功啊 啊 军国主义道路啊 美国的工业崛起他没有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啊 这个你赌历史的话 你别听那个五毛给你下几把吹啊 美国工业化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奴隶 他就是发现他这个他也是农业生产了 栽棉花呀 种玉米呀 种大烟的这些东西 这个劳力呀 他他用奴隶 没有机械化呀 没有农业机械化 他就用用用奴隶 这个奴隶呢 在基督教徒 在基督教国家里面 这个雇佣奴隶干活 呃 待遇那么低啊 有剥夺人家的基本人权 这个确实是一个道德困境 那么这个道德困境后来终于啊 终于啊 促成了南北战争 到了林肯当总总总统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掩盖不住了 过去大家就是视而不见 因为这个你每周啊 大开发发展农业 你必须得有劳力啊 劳力从哪来 没那么多劳力啊 啊就是就是买奴隶吧 啊奴隶相当于伤口用 当骡子多了当马 所以后来美国人 作为一个国家 他有工业化 机械化的巨大的动力 咱大清有没有这个动力 大清没这个动力 没这个压力 为什么 大清的人太多了吧 大清没活干的撞劳力多的是 他就是没活干 不知道干什么啊 不是说他缺劳力 不是啊 所以大清你回头一看 这将近两百多年过去啊 大清自己有没有可能自主的发展出啊 机械化工业化 啊 这个这个这个难 这可能性 非常小啊 日本有没有 日本有啊 日本因为他国土小啊 他必须得这个造机器啊 造轮船 造轮船可以开着船到大清去抢 抢劫去打仗啊 他们造机器可以生产出日本独特的产品 消防全世界 消防美国 消防英国 消防欧洲啊 消防俄罗斯啊 这是日本是他有特殊的 那么唯独大清 这个生活很舒服 我当个地主 我当个官 我贪点钱 然后我买五十亩地啊 我这个我就日子不错了 毛泽东那个家庭 毛泽东他爹 他就是大概是也就三四十亩地吧 就是小日子就可以过了啊 当然蒋介石啊 蒋中正的家 那那蒋中正的家的这个财富 比老毛家要啊 要要要要要要更多啊 因为什么他家开盐铺 那他家经商 然后做着其他的生意 啊 所以光老蒋这一只 在他父亲去世之后 就分到了 所以分到很多钱 不是分到好 好多好几十亩的粮田 那都是生产水稻 很高产的粮田 然后还分了两百亩的竹林 竹子啊 有一个小小山包 小山 有一块山是两百多亩 在分给了老蒋 就是蒋介石了 他他前面那个 别人那些兄弟姐妹没分着 所以老蒋为什么到了晚年 他一直爱吃竹笋呢 我估计从可能从小就吃竹笋吧 就说在大清 你稍微聪明人 啊 你你赚点钱啊 你你对吧 你哪怕当土匪 这个这个抢劫点钱 然后到自己的家乡 买个二十五地 你就可以过挺不错的日子了啊 你就可以这一时无忧了 对吧 你把这个地包出去 你光吃猪子也可以 当然前提条件你不能啊 你不能够吸大烟呢 你不能瓢啊 你不能堵啊 这这坏毛病不能染上 这就可以了 就可以小康了啊 所以大清 没有那个特别的压力 作为老百姓啊 去非得搞工业化 搞机械化 搞现代化 没有啊 这是美国啊 这个第二次第二波的工业革命 是美国发明了电力啊 控制了电力啊 搞的这个工业化啊 呃 那么其他的啊 后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强国崛起 多多少少都是通过过一种特殊的苦日子 啊 翻得深 当然你还得发一笔横财了 这个打一仗啊 或者抢一块地盘啊 或者得到一笔额外的战争赔款啊 啊 才可以啊 所以军国主义啊 对于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很有诱惑力 后来二战之后就把这个歪门鞋起 给他断掉了 二战之后重新确立的世界秩序 不允许战争赔款啊 不允许你去这些军国主义分子 再去啊 再去琢磨着通过侵略别人啊 战胜别人 掠夺人家的财富啊 求着人家 逼着人家给你战争赔偿 那就像现在普京这么干的 普京的原来的这个主义啊 有可能就说 把把这个乌克兰给他灭了啊 把泽连斯给他干掉啊 然后我扶持一个傀儡总统啊 搞一个假选举啊 然后呢啊 把巨大利益输送给俄罗斯 嗯 或者是一名的案的 名的就是赔偿吗 战争赔偿 案的就是利益输送吗 把那个赚钱的生意 把他的石油矿山啊 树油管道都给我们俄罗斯承包了啊 就这么搞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伏弊的道路 这是伏弊到二战之前 帝国主义 军国主义的思路 如果普京这次成了 他这条道走通了 那个他的这个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习近平马上就照着办的 习近平能不想办法把这个北朝鲜给他灭了吗 啊 习近平能不想办法把台湾给夺回来吗 对吧 啊 习近平能不想办法把越南再抢一块地盘回来吗 啊 习近平怎么着也得把这个菲律宾给他消灭掉吧 啊 我们的南海才才才才可以这个得以保障吗 啊 那是那个那个那个军国主义这个啊 军国主义这个外门邪道这个思路啊 必须给他消灭掉 这就是普京今天对世界构成的巨大挑战 那么西方民主阵营啊 在也也在想起一切办法 啊 也也得要想办法把这个啊 普京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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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主义的这个啊 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个狂想 给他灭掉 但是现在有点难 因为为什么 因为普京是一个核大国 核大国主动挑衅 主动耍流氓 主动侵略国家啊 主动掠夺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没碰到过 那在二战前后 那核大国最牛逼的最有战力的国家 就是美国 那美国带头要维持一个道德形象 啊 我过去说过啊 美国从二战以来 他的角色 有点像咱们中国啊 2800年前的那个周朝啊 周朝周天子啊 他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啊 他一号令 那么其他的这些 其他的国家像什么 齐国呀 秦国呀 晋国呀 这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国家 他会按照周天子的这个命令 啊 去除霸安良 啊 去八国联军进北京灭义和团 你们这些人不行仁义 我要灭了你 我灭你啊 啊 我是顺应周天子的命令 啊 我 我是 替天行道 这叫真正的替天行道啊 啊 那么我是正义的 啊 这有一个道德问题 啊 那么 普京现在搞的 就是要把老道德推翻 确立新的帝国主义 啊 军国主义 霸权主义 聪林法则的道德 你觉得习近平 他懂不懂 习近平懂 习近平不可能不懂啊 啊 习近平也是想动这个 弯门鞋道啊 他他想这个 学普京 那他希望普京呢 试一试 这条道 如果通了 那我们中国也走上了 军国主义道路 那军国主义道路 一现在的国际形势 必定要灭亡啊 所以很多人乐见习近平啊 他首先乐见普京能赢一局啊 然后习近平受到了鼓舞啊 他就变成了加速师吧 所谓加速师就是啊 这个中共政权垮垮掉的这个啊 因为他一打台湾 战争一打响啊 习近平后院就起火了吧 啊 那就那那那正好灭掉了 哎 我们中国人已经没有力量灭掉共产党啊 中国人想推翻中共政权 中国人自己单凭自己力量很难 我们就是一个奴隶 我们已经被共产党的枷锁给锁住了 钥匙丢了 我们自己手上没钥匙 你说我们怎么能打开身上这个枷锁 打不开啊 必须借助于外力 那么外力现在中国 谁愿意帮中国人民啊 你你问问蔡英文愿意吗 不愿意啊 台湾这些傻逼根本就不愿意帮助中国人民 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为什么他怕得罪共产党啊 他怕他说你们这些反共的人都他妈得罪共产党 我最怕得罪共产党 我他妈怎么能帮你呢 他不兴人意了 这是不兴人意 也没有基本的道义 他虽然嘴上跟美国人讲 他说我们是亚洲民主的一个灯塔 灯塔个鬼呀 这是忽悠人的 哪有他妈灯塔呀 对中国的民主人士根本就不支持 他们就怕共产党 他们就怕习近平一怒打他 这是他真正怕的 他同时也怕习近平的敌人 把习近平的这个鬼魂引到他身上 这叫引火烧身 他也怕这个 所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真正的民主人士 你像我这样的啊 魏京生这样的 王丹这样的 他根本不支持啊 绝对不支持 你像王丹在台湾混了30年 练个工作都没混上 你本来你王丹哈佛大 好歹也是个哈佛大学博士啊 也他妈你是名人吧 对吧 这个民运领袖这么大名气 王丹在台湾练个工作都混不上 沃尔开西在台湾 娶了一个台湾姑娘 在台湾安家立户 混了这么多的 一沃尔开西的这个口才能力 名气 都不都就可以拉着 这个波罗西大姐啊 就是拥抱的这么亲近的人 那沃尔开西在台湾能混 混出个什么来啊 没混出个 没有权没有钱 台湾人根本就不就把沃尔开西 不当回事啊 为什么呀 你们想过为什么台湾人这么抠吧 这么短视吗 他要向美国拉好拉关系的话 他用着沃尔开西不是得多好 你像上次去年夏天8月份 沃尔开西去台湾的时候 沃尔开西第一个要见我的老朋友 沃尔这个 波罗西啊 波罗西 我们中国人民的真正的老朋友 波罗西女士啊 去台湾 他说我要见沃尔开西 台湾说是沃尔开西是谁 我不知道 这个不是不认识这个人 他住在你们的台中市 我要见他 这台湾的傻逼一看 摁不住 那赶快把沃尔开西先生请过来吧 临时给他安排了个职位 那个职位应该是没有工资的 也没有权利的 也没有办公室的 就是就是骗 波罗西呗 所以这个丢死人啊 这个说到这儿就很他妈的丢人了 就是台湾这些傻逼 这些政客呀 从总统 以降啊 包括他们的海巡署 什么他妈的 这些基本鸟人移宾局 那个什么 我看给王志安写的那个惩罚书的 王志安说操我收到了台湾的这个惩罚书了 正式的政府的文件 居然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上面那个一张大白纸 上面写着移民署 操什么移民署啊 哪个国家的移民署啊 找不着 这国家都已经搞成这样了 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全是些小人 就是些微微所属的小人 这个台湾你就说 知道吧 说这儿得罪人的啊 有一些 有一些傻逼台湾听众 可能到这儿1450就要狂销了 又发起对我的攻击啊 回来说 回来说这个治国理念 像李强那个做法 就说 我们大庭广众啊 接受记者提问 虽然说都是安排好的 可是我讲话讲不出彩来 我没这个学识 没这个口才 你这不是 折磨我吗 我要是有人家普京那个口才 那个学识 那我可以 五里变三分啊 我可以学朱镕基啊 吹个牛逼啊 我可以学这个啊 温家宝 吹个大牛啊 我讲讲我的理想 温家宝 大家能记住这个 他最后一次吧 记者招待会 讲到了说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这个关系 讲得很对 讲得很对 但都是空话 他就说 如果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那么我们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也都会丢掉 文革有可能再来 所以这个呢 所以政治改革必须得搞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话 切中了实弊 确实讲到了点上 但是他没说我们怎么样搞政治改革呀 对吧 所以等于是一句空谈吧 他空谈和我李文官在这空谈 有区别吗 没太大区别 他可能讲的还没有我这么直白 所以这个温家宝 本身又是个大贪官 温家宝的家族有多少财富 你搞民主 搞政治改革 搞民主 首先要官员透明 你得向老百姓公布 我有多少财产 我财产怎么赚来的 我什么生意 是我像人家川普这样 那你告诉你 你也知道 我就是盖大楼赚了钱 他能做到吗 他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个总理记者会 这个吹牛啊 真的是就是闹笑话 就看谁闹的笑话 比较更可笑 所以李强这次啊 不知道是李强的主意的 还是习近平的主意 反正就是说不搞也挺好啊 真正治国理念 那李强他是不懂的 真正懂的总理 历任总理 大概就只有两个总理 过去这么多人 总理啊 大概只有赵子梁懂点总理 懂点经济啊 那么真正懂经济的是李克强 李克强懂经济 他专门学这个的 而且在这个北大学这个 他是懂 你们要真想看看李克强的这个 这个治国理念的思想 尤其涉及到经济 怎么样搞过经济 怎么样走出经济的困境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经济困境 没有人敢说怎么样救这个经济困境 因为说了也没用啊 中国大概有十来个人 我猜测啊 中国得有十个人左右的单位数吧 十个人左右 能够说清楚怎么救中国的经济 你别问我怎么得到的这个啊 这个数字啊 那么大概有一百个多人 能够看出中国的问题来啊 能看出中国经济问题的人 得有一百多个 真正说真懂啊 不是说瞎吹牛逼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不是说那些大V啊 网红不是那些 那些人不懂啊 能看出问题的得有一百个人 看到根上去的啊 能够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的 我估计得有十个人 最多十个人 加上我啊 吹个牛逼啊 借机给自己吹个牛逼 李克强讲的那些历见 总理讲话 大记者问 里边有亮点 他那个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也就是说 几十年之后 你再把李克强的讲话翻出来 包括大记者问啊 里边有一些话 是可以作为名人名言 五百年后再看也有道理 其他的都没有这个啊 其他都是笑话 其他的这个 这个本管是朱镕基啊 李鹏啊 还是温家宝啊 还是李强啊 那个那些那些记者会 他们那个就是胡说八道啊 根本就是浮云 啊 说到这啊 我回答两个问题 下面我要讲点干货了啊 ABC说 记得想当年习近平讲十里不换肩 说吃饱了没事干的时候 口才也是张口就来 不过和普京比就差多了 李克强说月路不过一千 地摊经济PPP P2P 李强还敢讲什么 中共官员知识储备都是有的 就是讲错讲多了 还有就是中国官场 环境根本无法让人自由发挥 取消记者会很好 讲不好了 有可能出丑 嗯 你也同意我的观点啊 呃 对 其实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还还掉 还还能够掉起这些记者的好奇心 记者还花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在那拍转播 我们还得陪着那些记者 看他爆出来 都其实真的是浪费时间 同志们啊 呃 浪费时间啊 浪费精力 像我60岁了 我就感觉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的时间是老花的这些 纯粹是这些垃圾信息的处理商 其实不如我出去赛个太阳 哈哈 跑跑步啊 呃 这个锻炼锻炼玩弄点好吃的啊 真的不如是浪费生命 你传播这些虚假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 中共政府官员讲的这些狗屁话 这他把打鸡血 纯粹是祸害人类 大家都推我吧 呃 要说讲到这个治国理念哈 我上一个视频提过吧 我说得想 得想办法 还得要想办法 呃 宣传 在中国啊 推广呃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 就是得这个 对这个书啊 呃 卡尔蒙格 卡尔蒙格 卡尔蒙格讲的这个经济原理 这是开三匹祖啊 经济学派的 垫基石啊 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垫基石是资本论啊 那么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垫基石 这就是垫基石啊 很薄的一本书 我最近又 我我原来读过啊 我原来读过 我最近又把第八章 最后一章 什么叫货币 就是什么叫钱 这一章又仔细读了一下 呃 中文翻译的你基本读不懂啊 咱们中国有一个一本 这这胡说八道啊 那英文的很好 我我在淘汰的这本 还不是美国都不出这样的书啊 对啊 这都是我是在英 这是在网上买 从英国寄过来的 我这个版本是2001年啊 英国20年前的英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版本啊 啊 你看完了他的第八章 讲货币 什么叫cash cash flow 钱 为什么变成了钱 怎么样 就钱 你脑在货上开了 我大清就没有人懂这个玩意儿 不过大清人没人懂 明朝也没人懂 那如果当年崇祯皇帝边上有这么一个人 卡尔蒙格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皇帝没有钱的 他有钱 另外啊 其实啊 李克强懂不懂 我判断李克强懂 李克强可能是 他可能自学过 李克强也是个不懒群书的人 对于世界经济学流派 就他肯定是懂的 李强就不懂了 你给李强讲 我你学经济学 李强根本听不懂啊 这个我我的证据是什么呀 证据今天要回到讲八个字啊 清官义道 通商宽农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 我仔细一想啊 其实就是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思想 你今天就中国的经济 注意啊 清官义道 通商宽农 这个是2016年 习近平有一个讲话杆当中 要念的一个句子 就可见 当时是国务院总理 就是李强 李克强 李克强也好 是不管是谁的秘书吧 是李克强的秘书也好 习近平的秘书 他这个秘书班子里面有人 加上了这句话 通官义道 这个清官义道 通商宽农 这八个字 实际上要断句啊 要断成四个 它是四个概念 但是他们当年习近平念的那个讲话稿呢 念成了两断了断成了两句 这个不对啊 要要断成四句啊 清官是一个概念 清官是一个事 义道是另外一个事 然后通商是一件事 宽农是另外一个 这是要八个字 有四件事要做 那这个历史 这个是老很早了 2000多年前了 2300 2400年前 发生在晋国 也就是今天山西附近啊 晋国的事啊 山西 陕西河北 得是晋国 晋文公 崇尔 晋文公 崇尔 那知道晋文公 崇尔吧 薄熙来有一个大儿子 自命是崇尔 三岁老乡吧 要历经图治啊 崇尔60多岁 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比我还大 64岁吧 终于结束了流亡 回到了他的老家 回到了晋国 晋国人民呢 官员都来接见他 臣服于你 为什么呀 崇尔 晋文公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面啊 因为背后有秦国吧 他在秦国娶了媳妇 秦国 给他派了3000兵 就等于是护送他 空降回到他的祖国 接班 不是接班 当王 就是晋文公 不叫王 叫晋文公 所以晋国 当地的官员一看 大家没办法了 他后台是秦国呀 就好像今天 魏京生 王丹 王军涛 他们空降北京 带着300万 美国大兵 那中国人民 李强 习近平 只能臣服于 王丹 王军涛 魏京生 对吧 就是同样的比喻 那个晋文公就开始布置任务了 所以这八个字 这个清官义道 通商宽东 是四件事 要做四件事 八个字 要说 把四件事都给我干了 这才成为历史上的晋文公 就是他振得住这个局面 能把经济搞活 把老百姓日子恢复 经济赶快恢复 国民生产上来 迅速上来 这就是晋国 崛起为一个大国 是晋文公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非常有道理 你可见2400年前 当时的晋国的人 这当然是 晋文公身边的毛氏 他的毛氏除去他自己身边 带着几十个 自己的智毛之外 秦国的智囊 也是他的后盾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我认为 这八个字的理念 应该主要是秦国的理念 秦国人 秦国的智囊 给他出了主意 这么回事 由于2016年 习近平把这个字给念错了 念成了 这个 通商宽一 通商宽一 大家都知道 我估计全中国人民 99%都知道 通商宽一 那么通商宽农 反而没人知道了 这个就可笑 那么通商宽农 背后 所蕴含的经济学的规律 就是奥地利经济学 就是奥地利经济学的 这个真正的 能够治国的 这些伟大的经济学的思想 反而掩没了 你说荒唐不荒唐 这一晃八年过去了 八年前 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 习近平讲个话 以习近平这个小学生的知识 他怎么可能知道 晋文工 当年崛起的时候 会讲到这八个字呢 那不可能知道 对吧 那就是李克强的人吧 就是应该说 我推测 我合理推测 是李克强身边的毛氏 懂经济学 懂这个奥地利经济学 注意啊 这个经济学的理念 在美国 在今天的美国 他也是小柱理念 没有一个大牌的 美国经济学家 现在站出来 说推高要学晋文工 要搞这个清官义道 通商宽农 当年的宽农是有历史条件的 当年的生产 当年的生产只有农业 你像晋国那个 只能种点这个什么小米 种点高粮 也就是种这个 其他生产没有什么生产吧 多养点羊 晋国有能不能蓄木业 所以就说通商宽农 宽农这个宽是扩大的意思 扩大生产 今天翻成最现代的话 就是扩大生产 这就说到一个经济学 一个人懂不懂经济学 他懂的是真正的经济学 还是那个大忽悠经济学 这个鉴定标准就说 你看他强调的是生产 还是消费 如果一个人老给你念叨 是消费 就像白岩松那样的 我们中国人民都有钱 他怎么花不了呢 他怎么都不花呢 怎么让中国人民花钱呢 买个奔驰 买个特斯拉 买个比亚迪电车 然后到哪哪去 到上海去旅游 到海南去旅游 去做个按摩 到泰国去做个按摩 到新加坡去打个坎 如果这个人讲到经济 只跟你讲消费 这是个骗子 这样的骗子非常多 这美国的经济学家 也是骗子为主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学的都是美国的 所以中国学的的经济学 这些有名的大腕经济学家 基本都是骗子 他老讲消费 而一个社会 注意要点来了 奥地利经济学 你说奥地利经济学 有什么牛逼的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强调 财富不是消费创造的 财富是生产创造的 这只是经济学的起点 你让一个人 让他跟你讲讲经济学 我们现在怎么样 把经济搞上来 我们现在碰到了困境 像中国碰到了巨大的经济困境 如果我老跟你讲消费 多买房 消费 多买个房 把老房子卖掉 老房太小了 只有一百个平米 卖了 卖了 见价卖了 再投点钱 借点钱 再去买一个两百平米的房子 消费吧 过得更舒服吧 这都是骗子 这都是骗子 但是这样的骗子 遍地都是 现在的经济学家是骗子为主 如果另外一个人跟你讲 他说 现在 假如说 不是现在 我说比如说20年前 说 现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在兴起 我住的重要不重要 我个人住重要不重要 我买块地 我买块地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所有的 我能倒腾出来的钱 我全倒腾说 我把这个抵押也好 我搞到钱 我在我的地上 盖一个高楼 我盖一个实单位的 我自己留一两个单位 我自己住一套 给孩子住一套 剩下八套 我把它卖掉 我把它卖掉 这是我生产出来的房子 然后我是不是赚钱了 这后边这个思路 后边这个思路 是奥地利经济学的思路 明白吧 它是侧重生产 我们经济困难 我已经生产了 太多东西卖不出去了 我还生产什么 都让你换一个东西生产吧 生产别的吧 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东西 需要有人去生产 生产达到了极限 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比原料还便宜 有没有粒子 有 咱们吃的大米 有一个经济学的现象 你们理解不了 咱们吃的大米 白米 这是跟英国人学的 脱了皮吃那个米 好吃 比如说一块钱一斤 你买那个 没有脱皮的那个米 就是没有脱皮 带着皮的叫brown rice 咱们英语叫brown rice 那个应该便宜 对吧 那个没脱皮吗 少一道工序 它不是更便宜吗 这话相反 在美国的话 你要买那个 没脱皮的那个brown rice 要两块钱一斤 贵一倍 什么原因 谁能从经济学上解释一下 这就解释不了 这解释吧 你要是没有说这种 这种 奥地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的话 你很难理解 你乌将上下而求说 三十年你也不理解 为什么少一道工序的 那个带瓶的米 为什么反而更贵 这是莫名其妙吗 对吧 对 很多 所以说你要看经济学家讲 刺激经济 帮中国走出经济困境 如果他强调的是让你花钱 那就是骗子 如果他强调的是让你想办法 去参与到生产当中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因为只有生产才创造财富 财富的终极来源 财富的终极来源 最靠谱的来源 是生产 你也得造东西 你得造东西 通过加工这个东西 增加它的价值 然后我套现这个价值 我卖给别人 我就赚钱了 财富就增加了 社会整体财富增加 当然这不排除有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我投机也可以赚钱 我不生产 我就是投机 我就买股票 别人 别人 别人去做企业 我落个股 这叫投机 由于你自己不干 不参与 纯粹投资 风险大得多 因为不懂 因为你不懂 万一你合作的人是个骗子 骗子太多了 在中国基本上 做企业的 绝大多数人都有诈骗嫌疑 因为说他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法律也不健全 道德也崩溃了 所以说你自己不参与的生产 投资进去是风险极高 这是另外的问题 这是个商业的道德问题 亚当斯密的 其实后面有一个续集 亚当斯密的那本国富论 那个国富论后边有一个 还有一本讲道德的 那个中国人就不懂了 中国人就基本上 没有人谈那个说 那个才是终极的 涉及到财富 涉及到经济 它的最难的东西 恰恰是道德的问题 就是人 涉及到人的选择 人要不要做一个道德的选择 很多人在很多时候 不做道德的选择 我们的法律 政治家的任务 就是要制定相应的法律 想办法帮助大家都做尽可能多的道德的选择 这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但这个东西美国人也很少有人讲 美国人讲的是经济 纯粹是脱离课本 不是脱离实际变成纯粹课本化 就是雇了很多刘刚这样的特别聪明的人 数学物理学的特别好 他可以用数学的公式给你讲经济学 这就是纯扯淡了 这就不是经济学了 这就是伪科学了 这我讲这很多人不同意 理解不了 那就那就这样吧 我先讲到这 欧洲ABC说 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摆脱宗教束缚 整个社会向科学世俗发展 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发展 虽然中国没有宗教束缚 但是有中央集权的皇权 至上集权政治体系和儒家垄断 什么哪来的儒家垄断 没有儒家垄断 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 所以中国不会有文艺复兴 中国自然也不会有自然科学 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皇帝没有经济学的概念 只有受到了多少税赋的概念 你这个呢 你这个我理解你想说什么 但是你这个太 你你这个 你你猜这个100个多字啊 这个说不清楚 这个很复杂了 你跨度太大 设计的课题太广 讲清你这个 你讲的这个题目啊 至少得需要2000字 你才能把它好好 你好好写一写 你这个这个漏洞太多 老常说 法律既为道德 有底线 也有宽容 没有没有没有 法律是法律 道德是道德 请注意啊 法律是法律 道德是道德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 我昨天不是讲吧 人类 人类之所以文明 人类发明了两个东西 那一个是发明了宗教 宗教和道德关系非常重啊 就是关系是错综复杂 你讲道德不可能啊 撇开人们的信仰 撇开道 撇开宗教 所以人类发明了上帝 发明了宗教 发明了神 就是物质事外 物质物质事件之外 我们看见摸着的东西之外 还有东西 形而上的东西 有啊 这个是人类发明了宗教 他塑造了道德 后来发现人呢 强盗太多了 啊 这他妈的 丛林法则的人太多了 就是动物性太多了 那么人必须要维持基本的秩序 人又发明了政府 啊 人类发明政府 啊 咱们过去是士族社会啊 就是啊 就是没有政府 后来发明了政府 周天子 咱们中国写历史 讲到政府的雏形 首先从周天子讲起 2800年前的事 啊 我们我们的政府的概念 推广啊 这个这个人和人的关系 用政府用法律来来约束 这是人发明政府的结果 所以人的两大发明 直接带来了文明 那现在共产党啊 马克思把这两个东西都给糟蹋的差不多了 政府变成了集权 绝对的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 错误不能提 你不能给共产党提错误啊 不能不能 你不能分析共产党犯过的错 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搞的欺负奖 大学生全变成小粉红了 不能提共产党的错误 那么共产党就可以不受任何监督 不受任何批评 他过去犯过的错误 你都不能提 那共产党不是天马行空吗 不就是变成孙悟空了吗 他变成比上帝还牛逼啊 你不能批他 这就完蛋了 这就是废了政府的基本的正义 道义 政府是要维持一个基本的道义 用法律的形式 这是政府的角色 政府之外的角色 是靠宗教 是靠信仰 靠神 去维持道德 这两个缺一不可 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 一直搞无神论 一直搞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 就是可以有坏事做绝 我不怕你洪水淘天 我死就是像毛泽东 我死成我不管你洪水淘天 我不管了 反正我死了 我在后世 我不管 我不信 我是马克思主义 我不 我无神论 那就完了 那中国的灾难 说到根上 他把人类文明的两个顶梁柱 全部给灭掉了 全给腐蚀了 这是今天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行 咱们今天先聊在这 谢谢 再见 就是我表个态 我觉得李强 由于他自己口才比较差 也没有学识 没有人家普京那样的 那个好口才 所以取消和记者 这个表演 这也挺好 扎扎试试干点实事 还得要多学李克强 讲的东西 李克强过去有一些经济 经济学的真知灼见 只可惜 他跟习近平合作 磕磕碰碰 他俩人就是可能内心互相仇视 鄙视 所以这也是他俩的悲剧 李克强已经被弄死了 习近平什么时候结束他的生命 我不知道 应该很快了 谢谢大家 再见